变成湍急的洪流 救难人员赶紧用汽艇 把受困民众赶紧救出来 新英格兰地区31号晚间 暴风雨来袭 除了造成烟水灾情 也带来时速近90公里 相当于轻度台风等级的强风 造成路数倒塌压毁民宅 也一度造成30万户大停电 索性目前为止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